这个建筑 我们采用的是对称式的布局 那建筑有明显的中轴线 建筑的主体呢为白色 强烈的竖线条啊 使建筑显得高大挺拔 那这次设计主要是出自我们的南西大臣之手 以上就是我们的展示 谢谢 快上 今天新开商店 给你合选 大嫂 这不大嫂吗 你又来接南西啊 你不是喊我女侠的 现在男性已经是我们大哥 你不知道啊 那 那也不能随便叫我们大嫂 你 这不提前预计嘛 都压 都压 大嫂 我跟你说啊 今天可多亏了男性 我们新生小组作业 第一名 咋的 真的 顾教授额外奖励 期末长届加五分 他怎么样 喜爱 评计 作业也自己交了 人家可清高着呢 然后跟我们都没兴趣 男性 更久了吧 没了 听说你今天得第一名 加了五分 真棒 兄弟 今天多亏你了 然后回头咱们找机会搓一顿 好啊 反正男性也没怎么住过寝室嘛 争计饭我们来请 好 好好好 好吃的 都来了 非常的好 高婷 你认识我吗 我是南希的朋友 我叫夏瑞 很高兴 谢谢你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买的特别多好吃的 你看 我们可以一起聚个餐呀 都是你认识的人 你们一个宿舍的 不好意思 我跟他们不是太熟了 感觉怎么这么似曾相识呢 建筑学院的标准是这样的吗 果然我进不了 我给你 大家 我来了 像不像 像不像 好香 好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瑞 我们换个地方不 换个地方 好吃啊 小鸡蛋 怎么这么难 还不错没有啊 那女士 多吃 多吃点 坐 坐 坐 这我们怎么要吃得 都是在这儿吃的 只有这里才是监控的死角啊 你都行 这里没有监控 可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不是被拍照了吗 我都想要看 你不想看 我都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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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弄下来就弄下来 我认识 你别跑了 你们都这样 监主 别跑 打个搬带 他不是谁呀 上边上 他不是谁呀 上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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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样根本发现不了是谁 表人家姓吗 我怕被抓了 我昨天去你们实验室的时候碰见她了 她不会去公立吧 老天爷 保佑啊 她是个战人君主啊 老天爷 开开眼吧 要不这样吧 你们任何的事情全部往我身上推 反正我是三本的 你是一本的 你们那儿干嘛管不着我啊 知道了吗 你等我 干什么啊 瑞哥 说好今天给你们爱的小宫暖房的 人呢 我把这事给忘了 你们等我啊 我们马上回去啊 走啊 回家 走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刚才 在门外等着腿都该断了 别坐着 门口有快递去拿 不可能啊 瑞哥 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的 付出在那个房子那儿了 就这两步道了 劳烦您自己去拿 三 二 夏瑞 我拿完这个快递 你就会彻底失去了 好 这哪有什么快递啊 就这一个路盒子嘛 输去我了吗 打开看看 我 不是你耳谁 我 我 这 这 这 知道你最近辛苦了 这个房子要是没有你的功劳 它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是先送你的小礼物 我 天哪 这詹姆斯二零一三年 怎么完全切实 男生 我爱你 陈洛同学 采访一下 现在什么感受呀 飘了 彻彻底底的飘了 我知道 这是男神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 不是你们说 我自己都知道 我太能干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窗帘画的 这墙刷的 这家具摆的 要不我盘回来跟男神一起做得了 瑞根 小白叔 你来也来 咱组合组合 这叫吉祥四宝 想都别想 吉祥四宝 你烧鸭四宝不是你 烧鸭四宝 好了 好了 客气炖菜了 好嘞 你干啥 你看 时间不早 我们就先回去了 这大晚上呢 别让瑞哥来回折腾了 就留这儿 行 白叔 咱回去吧 好 那个 瑞哥 你就别回去了啊 你留这儿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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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天的 这事儿还挺多 就你管 怎么了 我要给你个礼物 我也有礼物 回去慢点啊 拜拜 什么礼物 先闭眼 先闭眼 干嘛 别动 跟我来 去 去哪儿 不是 南希 这儿已经有点害怕 卖你的左脚 左脚 去哪儿 左脚 卖你的左脚 上楼 我刚才拿着 你不听了 啊 问题 那只能不能伤害你 我可以戴一下 尽管是吧 我没有 founder 你能够摇摆一下 那只能够摆一下 那只能够摆一下 我去稍後 你觉得能够摆一下 那只能够摆一下 你要很快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我租这里并不是为了逃避 而是为了你 我想给你一个我们的家 夏瑞 我喜欢你 不是小木头和小梁桃的喜欢 而是南希对夏瑞的喜欢 想给夏瑞一个真正的家 好 你说你要出国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那你 你俩我们现在再说 这个怎么在你这儿 小木头快好起来 南闪 我们男生不能输给他们女生 你想成为什么 大声说出你的愿望 想成为夏瑞的南希 你怎么这么不好啊 你想什么 想要什么 你全部都知道 可是我还 差会不会以为 你努力把我 从我的壳子里拉出来 我就答应你 不会再损回去了 你还记得吗 你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说 我永远看着你 你等着我 现在换我了 夏瑞 看着我 看着我 我要你永远只能看着我 只看着我 我想要问你个问题 你说 这个 你还要装在卧室里面吗 我要把这个 装在门口 门口 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不放心 把这个安装上之后 能看到门外的情况 什 什么门外的情况 因为这里 是我们的家 而且你也说过 你喜欢这个礼物 也说过 你喜欢我 是 这是我们的家 不是 可是我还是要住宿舍的 住宿舍 为什么 不然我们不就等于同居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我们不就等于说是合住了吗 那 那进展也太快了吧 那就没有惊喜了呀 惊喜什么 我们去找惊喜 这有什么景象 旋转木马 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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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样 好玩吧 就是我为你一个人量身定制的游乐场 喜欢吗 兰兴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我好喜欢 那好 再来 三二一 走 嗯 自从爸爸去世之后 好久没有人这样背着我玩了 谢谢你 你知道吗 刚刚收礼物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会把自己包成一个礼物送给我 我本来就是你的 我本来就是你的 看看 我 我 好好看 好好看啊 南希 你记不记得 陈殿里前一天你带我去山上看一下书 你说我们从学校逃出来的 就是因为陈尔文文的大白痴 把吴声一会儿买成了有声的 还被笑给抓了 嗯 当时不是知道这件事吗 你怎么不告诉他 你当心里在想什么啊 我啊 嗯 我在想 这会很有趣吧 你怎么这么坏啊 你说你啊 长了一张人住无害的脸 怎么这么腹黑啊 自从爸爸离开我之后啊 我就一直住在爷爷奶奶家里 邵总改嫁了之后 那个家就成了他和陈叔叔的了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我终于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我有我自己的家了 不对 是我们的家 嗯 虽然是出租房 但是 那些谢谢你 我们之间是不喜欢说谢谢的 嗯 如果你以后 还是想要谢我 那你就说 我喜欢你 你好坏哦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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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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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你听听你自己听听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 你 你跑到国外去度假你把陈浩交给我来管你把我当保姆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陈浩是我儿子难道就不是你弟弟了 你帮我看两天怎么了 拜托我的天哪 我是在上学我不是在度假 再说了他一个男孩子我住女生宿舍他又不能过来跟我一起住 你送到爷爷奶奶那也比我在这好吧 你爷爷奶奶回老家了 再说了 你就把他带到酒店住两天怎么了 酒店 我可以提供工资 多少啊 按照市场保姆的薪酬均价该多少是多少 我一个亲姐 你给市场均价 均价的两倍 一点五 那是按程华的标准还是按滨海的标准啊 你自己到网上查 安高的那个算 嗯 嗯 家教实心呢 我是要辅导他功课的啊 这个按一天两小时 你谁呢 时报时休 奖金外加全自动咖啡机新款 过分了啊 哎呦那这会儿我接不了了 你让他去找爷爷奶奶吧 咖啡机价格和型号我指定 我指定你掏钱 成交 再见 我终于是赢了他一回 哈哈 嗯 不过这个酒店 我倒是要好好地查一下 豪华客房 泳池景观 嗯 不 这是什么 太空吃的阿庞 嗯 他不是来享福的 这个也不行 嗯 你和沈浩住酒店 嗯 赵总已经把他交付给我了 我当然也对他负责了 就为这个事 其实也不全是 酒店嘛 是有那么一丢丢柜 但是两个人要是住一起的话 也还是划算的 哦 那我有一个更划算的计划 你说 你看 这里 合适吗 你让陈浩住这儿 你没毛病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反正就是 不行 不行 这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这神爱的钱呢 都是你的 那我不能害你啊 嗯 计划作废 再想个儿 怎么叫害我了呢 陈浩那个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亲弟的滤镜都拯救不了 我对他的耐心 我当然不能让他来害你了 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 咱俩说了就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之前你说过 让我度回宿舍的 你还记得吗 嗯 不是 怎么又不能第三件事上去了 浩田和胡静我不是很熟 但陈浩我熟呀 我可以从他先开始 就是说 你把陈浩当室友先试试 嗯 你确定吗 陈浩哎 比那两个男的技术高那么多呢 所以我想先试一下 嗯 既然如此 也不是不可以 但我有条件 你还有条件 你算一下 这房费是六千六百三十元 折承房租的话 是两个月零三天 至于你梦寐以求的 粥管停自动咖啡机 上面的这个磨豆器 可能是已经可以买到了 那我放弃了 谈条件吧 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 你和陈浩一起住过来 对不起 打扰我 嗯 你想啊 胡静和郝田是两个人 你和陈浩也是两个人 人数一样啊 所以没有问题的 那不是一回事 如果 你一天都去陪陈浩的话 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是不是 那你想好了啊 陈浩过来 要是 坐在这里 发生了一切的事情 你要自己负责得到 我可管不了 嗯 这地方 这地方 能住人 你去 你呢 来来来 赶紧地把你的箱子 收拾一下 快快快 听说你偶尔也会来这桌哦 这是你南希哥哥 自己住的地方 你不要再乱跑了 把人家家庭给弄坏了 他自己 二楼就一个房间呢 这是人家南希的私人领域 谁让你在这儿躺 我可没有亏是欲 不过就一张床啊 那你留缩手 岂不是 都是年轻人 血气方钢 完全理解 喂 我是不是该改手 叫你姐夫了 你看看 自己刚刚不是躺了 这个沙发吗 这么大还不够你睡的啊 好好的一个床伯父 干吗睡沙发 我说你最近是不是飘了你啊 你连你清洁的话 你都不心想干什么 你那么紧张 我心里有鬼吧 逃不过我 连你后的火眼晶晶 谈恋爱了吧 缺你关系了 哇 这怎么随便一炸就炸出来的 我要跟少彤说 我不要在这儿弄电风 你们有监听 我要回家 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说什么 你是真的飘了 赶在我的地盘发你 呀呀呀呀呀呀呀 怎么回事 走的 这一个星期老老实实 如果这样不许玩手机 不许给我告状 刚跟我告状我告诉你 我让你以为我来 你这样 还没结婚对我 你可别忘了 你有把饼在我手上 你要是带当我 我们俩同归于静 你要是对我好愚脸 我免为情难地考虑一下 帮你们保守秘密 大学上谈恋爱 又不违反国家规定 你去说呗 我怕你啊 你不怕公开 刚才紧张什么 我那是怕你的 少总那里乱告状好不好 倒是你啊 奇怪得很啊 听说你来的时候 也非常不愿意来 刚刚又让人想走 怎么的 有秘密啊 这还不是因为李嘉宜 李嘉宜 李嘉宜 你也有像个女孩子的名字 谁啊 我的前任 什么东西 同桌 你以后说话不要过大传气的啊 然后呢 叔叔 我们已经做了一整个年在同桌了 本来说话还是一直做同桌的 结果期末考试结束 中排座位 他跟老师说要和王家凯 坐在一起 他有什么好的 不就会多财两手贝多芬吗 那你让我学两个月 我也会 可就偏偏在这个时候 说怎么偷送完冰海 我和李嘉宜这不就异地了吗 真是电视剧看多了 以后不让她看电视剧 你背叛的感觉 你不懂 你说我回到学校以后 怎么面对满是回忆的校园 我们共同入国的橡皮擦 还有那道桌上 已经模糊了的三八线 我跟你讲啊 以后电视剧也不许看 手机也不许玩 好好给我学习 姐夫好像挺受女儿子欢迎的 要不然教我几招 我能看上你这样的 说明说凭凭凭凭凭 再说一遍 你别动啊 等会儿咱们同归欲净啊 再说一遍 看这遍 看这遍 你怎么在我地盘撒眼 我刚刚一遍 这是我的度假时间 我不能做错呀 不怪 嫂子 我不走 等我坐着 等我坐着 那你没事 我都抓不住你了 是不是 你都请不快跑呀你 要我快点 我就不走 你不弄 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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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料 然后 弄走 然后 这怎么弄进去 一 二 三 我的妈呀 我 是不是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小猴子要吃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要炸进厨房的 对她真好 我对她好 我恨不得现在 把她多成排骨下了锅 要不是看那咖啡机 跟公司的分成我 我才不给她做 嘴硬 好 你要干吗呀 做饭 做饭 嗯 你确定啊 好 好了 刚看了两眼就学会了 嗯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你怎么这么完美 为什么老天会把你派给我呢 你是我的人 你不可能有机会后悔的 你们说过几天我就去庙里拜拜 我就还个月 到时候你就再没有机会反悔了 嗯 你要有小时 我每天都给你做 包还有你 小猴子 搞快点 你不是饿了吗 搞快点 哎 这么不好吃的呀 姐夫 你手机真棒 姐夫 您的手里真的没问题吗 您是怎么瞎了才看上我姐的 什么意思 嗯 是不是不想吃了 意见倒是没有 吃不过 吃不过什么 哎 邵总是雇你来照顾我的 我现在可是你的京主 不然是你姐呢 哎 别动啊 你再动 我把你 你们在外面搞个优惠基地的事 也告诉邵总啊 三 二 一 哎呀 起来起来 脏脏脏 好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来 来 听说不行街开了家香菜馆 怎么样 一会儿去尝个鲜呗 哎 我就不去了 下午还要陪朋友去当戏剧社报当呢 戏剧社 赵一叔 对啊 怎么了 哎呀 我真是好奇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就好朋友啊 好朋友 我看不像 你们呀 一天恨不得二十四小时都黏在一起 比普通情侣还轻呢 我跟一叔之间的感情啊 不是你们这些凡夫俗俗能理解的啊 走了 哎 我这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 哎 着急 做得心虚吧你 哎 你们让一下让一下 陈一叔 陈一叔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走 跟我走 你们让一下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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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秉叔 你看你船子 喝喝甜甜的龙山泉吧 跟你一样舔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要去戏剧社参加活动吗 我送你去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从学院到话剧社的距离 也就五分钟的时间 还不仅仅从篮球场到这一半呢 哎 我昨天晚上 看了一晚上咱们学校的BBS 你的最美削花的铁子被置顶了 哎 这不是关键的 关键的是什么嘛 这些男生在底下的流言 实在是龌龊 辣眼睛 我想了 我要保护你 要是有人敢骚扰你 我分分钟给你打不去 那你呢 你在篮球社 你粉丝也不少呀 你可别来回去送我党内的桃花啊 我 哎 杨教练跟我说过 要想成为职业球员 就必须得好好练球 打入CUBA 桃花什么的吧 还是让它晚两年再开吧 那 我的桃花呢 我上了大学 是不是也能自由恋爱了 小美叔 你可不能随便找男朋友啊 为什么呀 哎 你我瑞哥 咱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嗯 你就算找男朋友 也得让我们给你把把关吧 这我们家小美叔 善良又温柔 那找男朋友得找个相当好的 那才能配得上你啊 就因为这个啊 这还不高 就那天那个自动化的猥琐男 我现在想起来他 我就觉得想吐 可信 那天是巧了 我们都在 这要你自己的时候 可怎么办啊 哎 以后要是有人敢围观你 骚扰你 你必须要马上跟我说 嗯 好了 没事 不用担心 这在学校 反倒是你 还要几周教比赛了吧 这可是你来大学以后 第一次校级比赛 大勇啊 哎 打滨海理工 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到时候来看啊 哪次不去啊 哎 南希和瑞哥呢 我们刚给他们改完爱的小姑 他们不会就把我们忘了吧 怎么会呢 这陈昊来了 啊 陈昊 嗯 这个小恶魔来冰海干嘛呀 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我的床 我姐姐也要留束 必须跟我睡 你 赶紧下来 我们都是男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就算 我喊你一声姐夫 就算我很欣赏你 但在你们俩结婚之前 我不能看着你白白占了我傻姐姐的便宜 咱们俩吃沙发 夏瑞自己睡 我又不用避嫌 我就要和我自己睡 免谈 停 我去睡沙发 不行 不行 没有 还有死我一样吗 多了解 好 有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